大家好,我是罗宾大叔 今天是2018年12月7日 再来更新一期《闲砍赴美生子》 最近发现有不少小伙伴来求助 他们的case还比较相同 就是他们要去美国去看男朋友或者女朋友 这样的案子多了 罗宾大叔想把它总结起来讲一讲 申请B1B2签证去美国去看男女朋友到底可不可以 首先先说答案简单粗暴,可以的 但是还是有一些前提条件 首先第一点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们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确定了,是不是确实了 第一个就是对方知不知道是你的男女朋友 别你们谈了半天,结果人家把你当路边摊 你把人家当大餐 想要正儿八经的过去看一下人家 但人家压根没把你当回事 所以这样的情况就不要轻易的说去看男女朋友了 你自己相不相信还两说 另外呢有一些是这个在网上约见的或者网上认识的 通过一些社交软件或者通过一些这个视频软件认识的所谓的男女朋友 那你如果是真人都没有见过面 那还是谨慎的提议对方是你的男女朋友为好 这样的话呢,因为毕竟你可能自己都不信啊 那对于签证官来说就更难相信了 还有一个你的关系确实确定吗?你们之间交往了多长时间 有没有正式表白?有没有见过对方的家长是不是真的男女朋友? 因为如果对方是西方人,如果对方是美国人的话 可能对于这样的关系和我们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我们可能觉得就有了亲密的关系那就算是男女朋友了 那人家可不一定啊 那好像根据这个高晓松他说过 美国人确定关系呢他不是说有亲密关系就算是男女朋友了 那好像说是在一块如果吃了饭 然后点了甜点那才算是正式的男女朋友 那首先双方要有一个一致啊 那你们之间是不是真的是男女朋友 那关系厘清了,关系确定了 OK那往下继续走 第二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呢 就是你的这个赋美目的啊 你真的最大的赋美目的是去看男女朋友吗? 还是说你只是最大的目的是去旅游顺便看一下他呢? 因为这个区别还是很大的 因为确实你可能去美国有许多个目的 但当中肯定是有主次的 比如说你此次就是去看男女朋友 然后去见一下他的家人 这是你们的主要目的 然后其次呢再是去美国去旅行啊 去美国去购物啊 这样的话是可以说去看男女朋友的 那如果你的男女朋友是在美国 但是你此次呢你主要想是去美国观光旅游 那顺便呢可能会播个一两天两三天去看一下他 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是不建议这么说的 因为你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去看男女朋友 那签证官在考察你的背景 考察你的这个关系的时候 他主要的精力是放在考察你们之间的关系上 而不是在于你是去美国旅行 是不是qualify这件事情上 那可能你的赋美目的和这个 所声称的你的赋美目的和实际的赋美目的是有错位的 那这样呢也是不建议的 后期万一被发现是有什么样的猫腻 或者这个实际目的和声明的目的不符 这样其实也是不好的 那第三点需要注意的是你的男女朋友 他在美国的身份是怎么样的 他是美国公民还是美国绿卡 还是仅仅在那边读书的 那如果是美国公民的话 你此次去看他 你是准备到了那儿就结婚呢 还是怎么样 如果到了那儿就结婚呢 你这个目的又是不一样的 建议是申请K1签证 你申请B1B2签证的话 显然这个移民倾向就太高了 那拒签也是大概率的事情 那如果是申请K1签证 这个虽然是非移民签证 但是本身是允许你有移民倾向的 所以说如果对方是公民 并且你去美国的主要目的是去结婚的话 那建议你申请K1 那如果对方是绿卡持有者 或者是这个在美国读书的话 那你还是要仔细的斟酌一下 是不是要披露这段关系啊 因为你有这个男女朋友在美国 确实会增加你前往美国滞留的一个风险 以及增加你的这个 以及你减少在中国的约束力 这么一个因素 所以说呢 你一定要好好的想一下 这个男女朋友给你申请美签当中 会给你带来正面的打分 会给你加分呢 还是给你减分 所以说你申请赴美签证 你有男女朋友在美国 那不能就无脑的直接去申请 说我要去美国看男女朋友 还是要根据对方的身份 还是要根据你自己的 这个前往美国的主要的目的 来判定是不是要以这个理由 前往美国 因为签证官问你 去美国干什么 或者去美国目的 是干什么 他需要的是一个理由 而不是一个借口 他需要的是一个reason 而不是一个excuse 那其中的区别还是非常大的 因为这个有非常多 前来求助的 也是因为申请签证被拒嘛 才来找到罗宾大叔的 然后罗宾大叔发现呢 这是以去美国看男女朋友 或者未婚夫 未婚妻这样的目具 去申请的话 拒签比例也确实比较高的 是高于平均水准的 所以大家要慎之又慎 好了 那今天这一期话题就讲到这里啊 接下来呢 是罗宾大叔的广告时间 罗宾大叔可以为大家 提供如下的收费服务 包括赴美生子 附加生子的咨询服务 包括美国加拿大 十年旅游签证的代办服务 包括美国赴美生子 城市签的代办服务 以及三个国家的移民服务 包括瓦努阿图的投资移民 以及希腊和塞浦路斯的购房移民 那以上所有的收费服务呢 在罗宾大叔的个人官网 www.罗宾大叔的全评.com上 都可以看到 好了 那今天的这一期 显卡赴美生子呢 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聊 就把音瑞将窦试发展